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松出国读书的 你差有了今天的成就 人上了年纪啊 就念旧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有时间啊 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的婚事吧 你之前忙事业 你现在呢 快车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结婚 陈迟 为什么 因为 我跟蚩哥哥在一起了 晚心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怎么能 男哥 爱情里面没有先来后到 况且 你跟蚩哥在一起 就是拉他下了火海 顾男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爸妈要把你嫁给老男人换房子 你嫁给我 根本就是为了一己私欲 不是的 不是的 男哥 我没房没车 可能也没有什么彩礼 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就算你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 不是的 不是什么 石哥在公司已经升了职 将来在我爸的帮助下 他在公司会是一片坦途 跟你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在一起 他什么都不会得到 不过呢 你跟老男人结婚也挺好的 至少你以后啊 不会流落街头 这次升职名额 你跟陈迟最有竞争力 你确定你就这样放弃了 我下次再上 陈迟 陈迟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和他没什么好说的 等等 三年的感情 你给我一个解释 你怎么还要纠缠 你作为我最好的闺蜜 当别人小三 不要脸的是你们这对扎男贱女 大家快来看啊 扎男打人了 大家快来看啊 哎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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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发誓 我发誓让他付出代价 行了吧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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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是你啊 您是 你以前经常来摊子上帮忙啊 你以前经常来摊子上帮忙啊 以后你饿了 就到阿姨这儿来吃东西 阿姨不会让你白吃 阿姨家有个儿子 比你低一年纪 你吃空给他补补课 好多年没见了 阿姨是您啊 好多年没见了 是啊是啊 好多年没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你爸妈又打你了 我分手了 你这么好的小姑娘 肯定能碰到对的人啊 阿姨把儿子介绍给你 你什么情况 不是您让我来帮你忙吗 我不想穿得太张扬 你笑死我了 妈叫你来 是想给你介绍一个 知根知底的女朋友 我们先聊会儿 去下卫生间 好 你先请 你家里人也逼你结婚吗 算是 那你今天能和我结婚吗 不好意思冒昧了 冒昧了 这么快 这样随便的女人 一定是贪图路家的权势 恐怕我妈 也被她这无害的样子给骗了 你放心 我不要彩礼 不要车 不要房 我北大毕业 双学士学位 有稳定的工作 可以养活自己 空想了 也可以来帮阿姨摆摊 你知不知道我的情况 我不嫌弃你是摆摊的 毕竟你人长得这么帅 人无完人 我们可以一起奋斗 好吧 我也有自己的私心 我爸妈逼我嫁给不喜欢的人 你可以随时提离婚的 我可以补偿给你 十万 二十万 不能嫁多了 这可是我一年多的工资了 好 带户口本吗 婚房我准备 不用不用 做一套就可以 我来交房子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你也长 家里的户口本是不是你偷走的 快来给老娘逛回来 户口本呢 拿出来 户口本呢 你猜哪里了 你居然敢不要猜你 就白给城市结婚 门都没有 都是你们逼的 你还敢留嘴了 我早就跟你说了 别在这赔钱货谁要花那么多钱 早点直接让他进工厂上门 这些年还能给咱们家多挡点钱 没这个学历 江大山能给两套房子当彩礼吗 南哥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那两套房子的彩礼是给你弟结婚用的 他可是咱顾家的根儿 咱家都指着他了 难道就为了弟弟 我就明知道是火坑还要往里跳吗 什么火坑 那是金山银山 江大山虽然比你大二十岁 那他有钱啊 等他一死 那钱不都是咱们家的了 你们就只知道钱 我死也不会嫁 那你就不是我子吗 好 从今天开始 桥归桥 路归路 别给他废话 你就这死了成了尸体 我今天也要绑了 你送我去 你别费劲了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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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你一个列者 没有父母之面 没有没说辞言 你怎么敢 爸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您清醒一点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牢骚的种 您等等 看这小子 也不像个穷人 他家几个孩子 几套房子 陆北怀 海外回来的那个商业大佬 姐 你这是帮助大款啊 男哥 我快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坐坐 你们只关心他的家产 却不关心他对我如何 冷心冷心 哪里有半点亲情可言 他只是学校门口慢慢拉烫的 你们确定要他来家里坐一坐吗 你是发了天啊 现在就给我去离婚 不可能 你个死丫头 不离婚是吧 老子有的是办法治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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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走 你们俩干嘛听话啊 你以往有允许 谁也不准意给他开门 啊 刘柯婉 你赶紧去联系姜大山 今晚就让他过来 等生米煮成熟饭 我看他那个丈夫还要不要他 畜生 我在家 救我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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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 怎么了 去帮我查下这个女孩的地址 路总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别废话了 去吧 是啊 这是什么 老夫人刚说 您第一次登Fern们需要带点礼物 无聊 快点开门 可能是交友来了 啊 好 你是 您好 我是 伯母 你好 我是南哥的丈夫 陆北怀 这个 是我的一点心意 是你 我真要找你呢 你还有眼来了 别以为你穿着人魔狗样的 就能装成有钱人了 不过就是路边卖麻辣烫的球衣 小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赶紧和我女儿离婚 陆总 卖麻辣烫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跟你没关系 南哥在哪里 我要带他走 他不在家 陆北怀 陆北怀救我 陆北怀 陆北怀 可以 叫医生 好 儿子 你没事吧 起开吧 伤到麻辣 这个 求不给了 就你一个卖麻辣烫的 那有什么好东西 谁稀罕 还敢打我儿子 我要报警 你了 妈 姜总完了 姜总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男个人呢 她 姜总 刚才有人 把孤男哥那个丫头 给长姓带走了 敢跟我抢女人 哼 你们等着 给我追 老大 你看 老实在撕 你等我眼下 走 回去 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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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是不是把孤男哥 卖这个更好的酱 那臭小子 就是路边买麻辣烫的 我们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她这样的穷鬼呢 姜总 姜总 麻辣烫 没道理 财礼我已经给你们了 如今交不出人 你们出尔返尔 我要你们赔十倍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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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 明天 就跟你把女儿 找回来 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后交不出人的话 哼 我让你好看 是 是 姜总 姜总 你慢走 这是哪儿 您醒了 医生说你有点发烧 你先吃点东西吧 这是哪儿 这是我们的 婚房 什么 这租金得多少钱啊 完了 都怪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虽然一个月一万出头 但是大部分都交给我爸妈了 根本没什么积蓄 这么大房子的房租 我承担不起 要不然 我们换一个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 进去好好休息 可是 我刚回来 还没有置办房产 这是我朋友的房子 那我们找到就搬出去 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先好好休息 嗯 嗯 小心 谢谢啊 嗯 好好休息 我今天住隔壁房间 啊 张家没忍住 啊 陆北怀的手机怎么放在这儿啊 啊 不会有什么急事吧 我那三千万贷款 三千万的负债 我那三千万贷款 能不能给我还 嗯 怎么样了 哇 陆总身下上千页 难道就不能再缓一缓吗 还打吗 还打个屁 明天呢 亲自撤 下点败宝贴 嗯 啊 啊 啊 看够了吗 啊 啊 你的手机 忘在我房间了 喂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其实我也不想瞒你 呃 停 啊 我突然又不想听了 晚 啊 现在怎么办呀 他现在欠这么多钱 又刚回来 说不定是逃债 所以才接住别人家 给你的生活费 以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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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呦 南哥 啊 还来上班呀 我以为你驾到豪门去当破太太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 啊 啊 对了 我忘了 怎么能是狗呢 你这旁边站着一位凤凰男 应该是 山鸡配凤凰 嗯 嗯 赤哥哥 他不仅骂我 他连你一块儿骂 这里是在公司 我刚升职 咱别把事情闹大了 可是 我把他赶出公司的话 他迟早会坏了咱俩东西 你想干嘛 咱们公司今年最重要的合同 就是跟陆氏合作 我爸是陆氏的高层 你觉得呢 是 是 是 男哥 经理找我一趟 好 经理 你找我 哦 以后陆氏集团的合作合同 就由你来负责的 可是这个项目之前 不是晚心负责的吗 这么重要的合同 当然是要交给能力强的人 来负责呀 晚心极力推荐你 我告诉你 这个合同提升可不少 我那三千万贷款呢 好 我接 总裁 夫人的资料全在这里了 直接说 夫人家庭一般 父母重男轻女 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叫江大山的人 换一笔钱和两套房子 所以夫人着急结婚 是为了躲避江大山 继续 夫人有一段感情 前男友叫陈迟 本来要结婚了 但她帮上了一个千金小姐 抛弃了她 对了 那个女人还是夫人闺蜜 她们三个现在在一家公司 哪家公司 风华 你怎么了 我男朋友代管于妻 被抓走了 听说要怕五年 我怎么办呢 这么严重啊 那陆北怀 咱哥回来了 阿姨好 你是不是该改口了 妈 这个太贵重了 妈有的是 改天带你买新的 你以后就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了 就盼着你早点给我收个小孙孙 妈 你知不知道北怀她 什么 嗯 没什么 我应该先和陆北怀谈谈 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我家留个后 万一她被抓了 妈也不会那么伤心 嗯 你这是 进去说 你找我有事儿 我 我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应该住在一个房间 这样妈才不会担心 你的意思是你想跟我一起睡 你之前不是说 我 这可是你自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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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我迟到了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我看顾小姐并没有将陆氏放在眼里 这个合同要不别签了 顾兰哥 你还不赶快道歉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早上醒太晚了 顾小姐昨天晚上可能是去做了什么兼职吧 毕竟她确实很缺钱 贵公司风气不振呢 我们需要换一个对接人 应该的 我这就把它开掉 经理 总裁说这个合同他要亲自对接 并且指定风华公司的顾男哥作为项目对接人 等一等 我看顾小姐还是挺不错的 道歉也比较真诚 这个项目以后还是她来对接 好好好 叔叔 闭嘴 我们这个项目的会议 无关的人 没必要参与 还是清一下场子吧 实行办妥了吧 需不需要我进去啊 这本来都快成功了 谁知道那个小贱人又耍了什么邪术 等会我要问问我爸 他会不会跟陆氏的人有关系啊 有关系又能怎么样 难道位置还能高过我爸 那肯定不会啦 顾小姐 以后与陆氏合作的这个项目 我们总裁亲自与你对接 这是她的名片 陆北华 陆北华 你和我们老板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同名不同命啊 一个是亿万富翁 一个是负债千万 那我就放心了 嗯 我的意思是 不认识的话 对击起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要是真认识 我第一个就让他把你这种见风使度的小人开除掉 怎么 站岗啊 公司不会给你们俩发双方控制啊 南哥 你现在说话怎么句句带词啊 齐哥哥 这就是他本来的真实面目 没错 这就是我本来的面目 所以你们俩最好不要惹我 否则我不介意在公司里给你们这对狗男女还好宣传一下 喂 南哥 你能回来一趟吗 我和你爸 准备承认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了 你们承不承认跟我没关系 哎 那奶奶呢 你奶奶今天从乡下来了 想看看你 奶奶来了 是啊 都是一家人 我和你爸 也是为了你好 好 那我下班就回去 什么呀 这死丫头答应回来了 到时候 你把江大山这药让他喝了 我看他还怎么跑 好 我这就通知江总 让他做好准备 哼 我这就通知江总 哼 我这就通知江总 让他做好准备 喂 喂 你收摊了吗 啊 生意挺好的 人有点多 嘿 家里 老板 来吧 你有事儿 老板 我奶奶回来了 我想把她接回家里 住一段时间 哦 好 那我忙完去找你 天哪 总裁笑了 以前我高管突然打断会议 第二天就不开了 能一样吗 这可是总裁夫人 散会 哎 总裁 还要签个合同 明天再说 哎 难受累了吧 来 哪 哪 在屋里躺着呢 这可是奶奶亲自给你倒的凉白开 就把你下班回家的渴 我去看看奶奶 别去了 那个老东西 那个老东西 还在乡下跑土呢 你骗我 我骗你怎么了 我白眼你这么多年 在你心里 还不如那个老家伙 你个白眼男 养不熟的 这下 你总跑不了了吧 这下 站住 你去 都搞定了 放心吧 保证万无一生 待会儿啊 我们躲出去 你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们 把门给我守住啊 一只苍蝇也不能放进来 明白 嘿嘿嘿 来你们 好 嘿嘿嘿嘿 哎呀呀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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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我来了 老师 你不得进去 啊 臭婊子 敢对老子动手 啊 你别过来 你过来我就杀了你 你别过来 南哥 你别过来 南哥 是我啊南哥 我是陆北怀 我没有让他碰到 好 好 没事 好你个够南哥 你居然 还有拼头 哼 你今天 一个都不想走 刚才你哪只手碰的他 我两只手都碰了 怎么样啊 啊 那就两只手都别要 哼 你他妈的鼻子抢了 老子当年出来混的时候啊 你他妈还在你娘菜里吃懒呢你 哼 来人了 小子 怕了吧 速度解决 上 打伤上我的 上 打伤上我的 你别过来啊 你再过来我报警了啊 你别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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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 喂 妈 晚心 不好了 你叔叔被人打断了双手 送进去了 什么 这件事情好像和顾佳有关系 怎么会 你快想办法解决 要不然被你爸知道了 一定会骂死咱们 毕竟是你让你叔叔去找那个 顾南哥的呀 好 知道 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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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难哥 别怕 我们现在才家呢 在家 对 那个人我已经处理了 那 那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你缠了我一个晚上 南哥 醒了吗 给你们灯了一碗汤 昨天的事情 我听北怀说了 不想结可以不结 我来去 姑南哥 你这个丧蛮性 怎么还不赶快去撤案 难道你是想害死我和你妈吗 说完了吗 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 要是再敢打我儿媳妇族裔 我把你们也送进去 吃饭 以后妈护着你 她婆家究竟是什么来的 她婆家究竟是什么来的 就是一个穷鬼卖麻辣烫的 我还以为多了不起呢 原来是个贱民而已 傻傻 她们哪能给江小姐的您比啊 是不能比 不过 你们要是不撤诉 那我叔叔的钱 你们就得还回 妈 你给我的钱 我都拿去订车了 江小姐 您看能不能偷弄一下 您看能不能偷弄一下 那就给你们两天的时间 把事情给我解决了 江小姐 可是你们得罪不起的 怎么办啊 我可不退钱 我们去的公司 对 到时候 还能逼她离婚 什么味儿啊 是你身上的骚味儿吧 你 是你身上廉价的麻辣烫味儿 嫁给一个穷鬼 你还不如嫁给老男人 至少这样 你每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躺下就能赚钱 你 你动我一下试试 货娘哥 你别得意的太早 今天下午录氏里 我看你怎么过 什么意思 不妨告诉你们 陆氏的总裁 已经决定亲自对接 这笔合同 他可是出了名的难搞 我看你这下怎么办 陆氏哥 你怎么自甘堕落到 嫁给那种男人 你好歹也是名校毕业的 我嫁的人起码堂堂正正 人品比你好一万呗 啊 对了 长得也比你好千万呗 别喝得废话 今天下午 陆氏的总裁就要来了 等着吧 今天下午 是你们来闹的最好事 哎呀老爹爷啊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啊 顾南哥 你个店长给我出来 你偷着 给那个野男人 结婚了就不要家 不要店长了吗 我笑你啊 姐 你真的太过分了 怎么回事 这谁家的人 敢在这里闹事 不想活了 顾南哥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你是谁啊你 白 卡门弄大早 你们要干什么 顾南哥 你们要干什么 你个上良心的 你不要你的父母了吧 不 要是顾南哥 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女儿 今天就先回去 啊 你们听听 大臣是在威胁我们 我和你们说 我们新一国供他上学 他弟弟为了他 甚至出去在家 啊 他 为了跟野男人 要和我们团聚关系 看不出来了 顾南哥竟然这么狠心 他平时挺努力的 果然人不可貌相 恋爱老爸 为了爱情 抛弃家人 说吧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简单 跟我们回家 和那个野男人离婚 然后呢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你们说你们辛辛苦苦 赚钱给我交学费 可是我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我和奶奶 捡垃圾挣回来的 你们说他为了我输学 可是他输学 难道不是因为 他学习成绩太差 在学校让你同学怀孕 才被退学的吗 你别胡说 胡说八道你 闭嘴我 怎么能动手呢 思雅 伯父刚刚啊 肯定是太着急了 对 难可一致还说谎 难可一致还说谎 跟着他吧 是太着急了 我撒谎 你们逼我离婚 就是为了让我 嫁给一个老男人 换钱财和房子 让他娶媳妇 你们昨天晚上 还给我下药呢 什么 父母神圈啊 顾南哥 你怎么能为了不离婚 这么污蔑父母呢 姐 你真的太让人失望了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去警察局查下案底 就知道了 是你 我觉得莫非三位 也想去警察局 为何调查一下 我们还有事 今天就算了 顾南哥你等着 我改天再和你算账 废 就差一点点 谢谢您 您在老板面前 不用被延伸就行了 老板 各位 我是陆总的助理 何毅 大家准备一下 陆总马上到 您 你好 陆氏集团 陆北怀 怎么回事 难道陆总 也看上了这个小贱人 陆氏总裁怎么会找上他 你好 风华公司 顾南哥 谁打的 嗯 谁打的 刚才不小心磕碰了一下 我问你了吗 确实是不小心 对对对 刚才是不小心磕碰了一下 算公伤 给过两个补贴 听说你们公司还有两位人才 是 我们公司啊 人才储备确实比较充足 陈迟 好爱 江 江婉欣 对对对 来来 你俩过来一下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 我爸给陆总打了招呼 特地关照一下咱俩 那他摇头 摇头又能代表什么 咱俩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不过那个顾南哥 他是一个有夫之夫 大庭广众之下 竟然还敢勾搭陆总 之前算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她居然是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那我现在就要上去揭穿她 不好意思 我想和顾小姐单独聊两句 好 进去 撤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的脸是谁打的就得打回去 我陆北怀的太太 忍不到别人来欺负 你还没告诉我 闲杂人等 现在不允许进去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给陆总 恐怕您还不够格 您是何特助吧 我经常听我爸提起你 说你很能干 你爸 对 我爸是陆氏集团设计部的副总 江大和 哦 原来江副总是你爸呀 是啊 所以我是肯定不会害陆总的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告诉陆总 这样江副总肯定会跟着倒霉 你告诉我 我来决定是否告诉总裁 你想抢我功能 没门 孤男哥 孤男哥 你真敢高引陆总 怎么 你有意见 是我主动的 看来你是对我不满 不是 陆总 你不知道 孤男哥他是有妇之妇 他已经结婚了 而且他老公是个卖麻辣烫的 他肯定是贤贫爱妇 想见您上位 滚出去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叫你滚出去 我说的是让你给我滚出去 我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陆总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肯定被他给骗了 陆总 我爱心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 我也被骗了 滚蛋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让你在江城深百名列 再无立足之地 以后别在垃圾堆里找朋友 谢谢啊 这是我分内的事 现在来说说你的工作吧 我觉得你留在现在的公司不合适 就因为我丈夫是商业新贵 江城首富 不 是因为你的前男友在这个公司 我会避免和他产生任何交集的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我老婆长得这么漂亮 我怕公司其他人对你有想法 哎 这件事情回家再说 先看合同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啊 这陆总 怎么这么活着呢顾南哥 现在怎么办 要是他跟陆总是真的 我们 陆总对顾南哥 肯定只是图一时的鲜险 再说 顾南哥他老公 能忍得了这么大一顶帽子吗 你是说 刚才那个江小姐来电话吗 是来绕钱的吗 他想知道南哥那死丫头丈夫的地址 你怎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啊 哎 这个赔钱货 现在翅膀硬了 敢和我们对着干了 哎 只怕是难办了 那咋办 敢来 只有去乡下把老太太接回来了 你妈 你妈那个老糊涂 老是糊涂那死丫头 亲孙子都比不上她 妈咪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今天就去笑笑 把她接回来 喝酒一块 喝酒一块 再过两天就是陆是几天上市的周年庆了 这是要醒来 一定去 一定去 嗯 要不要等你下班 当然 小顾 你现在下班也可以 对不起 陆总 我们不收 这顾南哥真的要飞上枝头变凤王了吗 这顾南哥真是蠢货 竟然敢忤逆陆总 好 那我先走了 陆总 看来夫人不想公开你们的关系啊 你观察的这么仔细 要不去财务查查账目吧 可是 今天一天 必须把这一年的账目全部过夜 不然不准下班 坐下进去 爸爸 陆氏集团年会的邀请函 你能帮我弄一张吧 好的 顾南哥 我能夺走陈池 就能夺走陆总 你没有顺利 妈什么跟我斗呢 妈 真的没必要 北怀说 她在陆氏集团年会上公布你们的婚训 你终于陆氏集团的儿媳妇 当然得好好打扮一下自己了 不然 你终于来了 这位是我儿媳妇 那位里边请 好 走 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了十套礼服 五套高出 哦 对了太太 您上次订的钻石之心到货了 啊 真的吗 在哪儿 我们去看看 啊 南哥 你先去试试衣服 走 太漂亮了 不瞒你说啊 这钻石之心 我就打算送给我儿媳妇的 之所以没让她进来 我想等一下给她一个惊喜 您可真是一位好婆婆 价值五千万的珠宝都舍得 这位小姐 您一定是我们经理的重要客户吧 不是的 我第一次来 哦 那 您是另一位太太的助理了 啊 小姐 我们店里的东西 您可能买不起 不如 您去别的地方开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因为你身上的穷酸技 根本就掩盖不住 顾南哥 没想到你还敢来这种地方 江小姐 您来了 是啊 我不来还看不到有人在这里 猪鼻子插大葱 装相 江小姐 你们认识吗 当然认识 不过她老公就是一个卖麻辣烫的 她什么也买不起 你不用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 是是是 就她一脸穷酸样 哪能跟江小姐您比啊 开门做生意还要诋毁顾客 你们这种店 不来也罢 站住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这么着急走 不会是偷了店里的什么东西吧 毕竟 这里随便一样东西 都价值不菲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喜欢她 雅尖嘴利 这位小姐 麻烦请配合我们 检查一下 免得引起不飘的误会 你想怎么检查 那当然是把你的衣服扒光了 好好检查一下 你也是这么想的 这位小姐 请你不要为难我 听见了吗 赶紧脱吧 你们最好再找两个人进去跟着 免得她把东西藏起来 我如果说不呢 那我就只能亲自动手了 来 过来 和我一起 把她的衣服扒了 快点啊 我看谁敢 你们在胡闹什么 我们是在抓小偷 顾小姐不可能是小偷 她偷了东西 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说话要讲证据 这位太太 您认识她吗 我看您身价不菲 但是她老公 只是个麦麻烙烫的 而且她还勾三搭四 想靠男人上位 今天她还偷了东西 勾三搭四 你确定不是在做自我介绍 你看吧 她到现在还不承认 她就是偷了东西 沈经理 闭店吧 我要处理点私事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她 我不光认识 她还是我儿媳妇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不逊 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 你就是那个麦麻烙烫的 怎么 你有意见 听见了没有 她们俩就是骗子 她们根本就没有消费能力 还不快点将来把她们赶出去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你今天若是不给兰哥盗窃 你绝对出不了这狗店门 你快说呀 到底是谁的错 我可是你手上的黑金客户 你真是不错 经理啊 张小姐 确实也是为我们着想 沈经理 你被开除了 什么 我说你被开除了 不要问为什么 现在就去人资那儿结算工资 你们竟然像这一对骗子 这下你可以道歉了吧 要不然 我可又要动手了 简直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顾南哥对不起 什么 声音太小 没听到 对不起 还是没有听到 对不起 以后离我远一点 等等 这位小姐挑选的东西 请让她带走 剩下的我儿媳妇全包了 全包 怎么样 也有意见 这个店里的东西价值上益 也不怕风大傻的舌头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们把垃圾挑出来了 啊 沈经理 帮我们把东西送到家就行 我们回家再试 我约了造型师 谢谢太太 上次您给我的麻辣烫底料 真的特别好吃 哦 好 下次再给你带点 我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呢 原来只是经理的朋友 还包场呢 一件东西都没买就出来了 怎么了 在哪儿 老贱人 敢让我能开 妈 你没事吧妈 哎呀 哎呀 您能帮我扶一下我妈吗 江小新你疯了 你差点害死人知不知道 不会死的 顶多就是赚了个财费 你想干什么啊 你想干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故意杀人吗 这 这不是没事吗 大不了 大不了 我赔你点医药费好了 五千够吗 够你们家卖一个月麻辣烫了吧 不要可救 你干嘛 你放开我你干嘛 等车过来 等车过来把你推出去试一试 你敢 你要是残疾了 我给你赔点医药费 你要是成了植物人 我帮你找疗养员 你要是真死 我保证花钱 你疯狂大造 顾南哥 你冷静点 婉星他不是故意的 你妈要是死了 你能冷静得了吗 顾南哥 你敢读我一下试试 赔钱 你还想装大款 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守得就虚张声势 我的项链 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价值百万 你得赔偿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 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 现在 你跟那个老东西 会想跟我道歉 那我可能先前会好一点 让你少赔一些 夏哥 道歉 你疯了吗 心疼吗 着急吗 你 这就着急了 顾南哥 你不要太过分了 他杀人碰瓷都不过分 我反击一下就过分了 那我告诉你 等一下还要更过分的 顾南哥 心疼吗 疯子 我要抱紧抓你 我要告你 我要让你一辈子 都被杀这个家务 喂 何特主 我在新月商场门口 带几百万现金和几个保镖过来 还有最好的急救 你又要干什么 当然是 成全你了 顾南哥 你也太 我死我了 顾南哥 我不会放过你 快告诉我吧 放开我 你这个废物 钱带来了吗 这些购买你身上的珠宝吗 这些够赔偿你身体的损失吗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钱我带够了 再说一个脏子 我就打到你说不出话为止 何 何特主 你救救我呀 我一定会让我爸爸好好感谢你的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你 你 好了别听那废话 赶紧带她走 你们放开我 老实点儿 放开我 我就不用了 逮致 等一下 谢谢你的不取之恩 帮我告诉江婉欣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 爸 我被人打了 你快点过来呀 什么 你别哭啊你 爸马上就来 婉欣 要不咱这次还是算了吧 那个顾南哥这次嫁的人不简单 他连陆总的助理都能请过来 你闭嘴 他婆家不过就是一个卖麻辣烫的 至于那个合助理 他不过就是一个走狗 我不相信陆总真的能看上一个有富之富 可是那么多钱 那些钱对陆总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我一定把陆总从他身边夺走 看看他还有没有要无谣威的资本 还在生气呢 嗯 要不我让何毅再去打他们一刀 不必了 我现在就是太心疼钱了 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冲动 夫妻共同财产嘛 你想用就用 而且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你上班有点远 家里的车都不适合你 我帮你订了一辆 你试试 那我先去办手续了 你不是说全款提车的吗 出了点小问题 不过你放心啊 咱们可以贷款 我姐会帮我还的 这还差不多 诶 我姐怎么在这呢 姐 你怎么在这呢 从你帮着爸妈把我送人的时候 我就不是你姐了 姐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还是为了你自己好 那你看你 不听爸妈的话 现在不还在这里做兼职吗 手续都办好了 真的假的 他这个穷鬼 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车 北怀我们走吧 姐 你 你把这车送我呗 好啊 真的呀 你给我钱 我给你车 我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想要车就得给钱 这就是你姐 要个车还找你要钱 以后他能靠得住吗 姐 你看 我跟露露就要结婚了 你就把这车送我吧 然后呢 我再给露露买一点 你看你平时不是喜欢坐公交吗 多好啊 省钱 你还真是会为我考虑 那应该的呀 你要是不给我这个车 我是不会嫁给你弟的 那就不嫁吧 和我没关系 哎姐你别走啊 你想怎么样 我 我跟我姐开玩笑呢 哎 要不这样吧 你把这车送我 我就认你这姐夫 你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哎 顾能哥 顾能哥 今天要是拿不到这个车 你就别想让我嫁给你 爸 我没钱买车了 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 他们一直对你这样 别想你弟弟的东西 你就是个逼钱货 小瑞才是咱顾家的根儿 你以后赚的钱都得给你弟 习惯了就好 我以后 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 你们太缺德了 我不会答应的 男哥可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这样做 把他卖掉有什么区别啊 妈 当初要不是你把他捡回来 我们也不用费劲养 何况 现在是给他一个好归宿啊 这么多年 男哥可没少帮助你们 把真相告诉他 让他去找他的亲生母亲吧 不行 我们还指望他养老呢 弟弟 我怎么让了你这个东西啊 江小姐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本来还说给你们两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 今天之内必须还钱 不还钱 我要你们好看 妈 帅妈求你了 你人情见死不救啊 做你啊 做你啊 哈哈哈哈 奶奶让我回去一趟 爸 妈 我看让我先买车了和那个 说啊 怎么不说了 这个不要脸的 肯定是存了少金库 不可能 他之前工资都交给我了 你们生的好女儿呀 你们生的好女儿呀 磅上了大款 真的吗 不可能 我的孙女 新的端 做的正 那人品 那相貌 是一等一的好 不可能做这种事 就凭他家的那个土狗 买个轮胎都费劲 还谈什么买车 而且 我千眼看见他 勾搭我们公司的路走 住口 老东西 你敢投我 你要再敢欺负我奶奶 我还敢打你巴掌 你要再敢欺负我奶奶 我还敢打你巴掌 妈 哥 孩子 让奶奶好好看看你 然后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受苦了吧 奶奶 我很好 快说正事吧 我没有时间看你们演这些苦情戏 什么正事 你为什么会在我家 我怎么会在你家 那这就要问你的爸妈了呀 他叔叔 就是那个江大山 不过我们之前收了他的钱 不过 只要你肯放了江大山 人家就答应 一概不追究啊 是是是 还有你那个车 要让给你弟 原来是你搞的鬼 原来是你搞的鬼 那又怎么样 钱不是我收的 这件事情 跟我说没有用 天哪 看我不打死你 你住手 奶奶 奶奶有话想对你说 我 奶奶 就连你 孩子 你不要怪我 奶奶要告诉你一个真心 你 你不是顾家亲生的孩子 你不是顾家亲生的孩子 所以 你不必顾及顾家血缘关系的期盼 按照你内心想做的事 去做吧 什么 这个贱人 贱人不是顾家的孩子 妈 你是不是都闹糊涂了 妈 不要叫我妈 我没有你们这些畜生儿女 南哥 走吧 送去以后 以后这个家再没有挂开 奶奶 走吧 孩子 走 姑娘哥 你的父母养了你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忍心不管他们吗 对啊 你不能这么狼心狗肺呢 就是 对啊姐 我会给你们养老的 但江大山的事情触犯的是法律 五胡能为例 奶奶 我们走 你不能走 放手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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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拜托 陈总 别�� 快 我 她 を 都怪我 我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好 我明明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的 不怪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南哥 南哥 你醒了 奶奶没事了 我去看看奶奶 你养父母那边 算了 让奶奶自己决定吧 今天晚上的宴会别参加了 好好休息 我去 我原本也不想出风头的 但是当一直是蟑螂和老鼠来恶心你的时候 对他们最好的惩罚就是 直接摁死他们 你是江福总家的孩子吧 真漂亮 这一生可真不错哦 今天 顾南哥那个贱人肯定没有时间来 我一定要获得陆总的期待 华欣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桌上放了个邀请函 我就想着来结交结交朋友 华欣 你不会没打算带上我吧 怎么会呢 现在还不到死破年的时候 走 陆总也要来了吧 除了陆总 谁就有这一盘面 怎么是他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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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了旅伴 是哪家千金啊 真漂亮啊 陆总的人果然不同凡响 就回家 走 我先去应酬 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快去吧 等我 这位小姐 你心里人 看着好贵气啊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陆总也刚回国 国外的水土就是养人 哟 这不是风华公司的小设计师 顾南哥吗 什么 不可能吧 我确实是风华公司的设计师 还是你有本事啊 要不是这次合同完成的这么顺利 陆总怎么可能选择你作为女伴 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宴会呢 原来是这样啊 顾小姐这么漂亮 和陆总走得这么近 让他有机会啊 顾南哥啊 他已经结婚了 真是可惜啊 你怎么不走 顾小姐脖子上的那颗钻石之心 可真是价值连城啊 南泽集团 陈楚楚 顾南哥 原来你就是陈家的那位千金啊 你认识我 那当然了 您是年轻的新闻设计师 同时又是陈家最年轻的鼓动 没想到 连外貌也这么的出色 跟顾小姐比还是差了点 哪里 陈小姐这么优秀 我比不上 那是自然的 而且 她脖子上的 怎么可能是钻石之心呢 据我所知 钻石之心正在巴黎展出 而且是不对外售卖的 那里消息可能有点滞后 钻石之心上周就被一个富豪高架拍走 监制 鑽石之心上周就已经被一位富豪高架拍了 因为我对珠宝的了解 顾小姐脖子上的这颗钻石之心 确实是真片 不可能 鹿总能为顾南哥花点小钱 但这可是几千万的珠宝 怎么能说送就送 不可能 陈总能为顾南哥花点小钱 不要再受我了 唉 江小姐 你今天怎么没有戴项链啊 哦 我差点忘记了 都怪我前几天不小心跟你摔坏了 看来 有故事 这里有只苍蝇太过早 陈小姐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 你怎么样 我没事 陆北怀 好久不见了 第一次见你对一个人这么关心 陆北怀 好久不见了 第一次见你对一个人这么关心 你们认识 当年我跟北怀在国外是同学 我追过他 有些事情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刚才什么情况 如果真的是陈楚楚推的你 告诉我 我马上让人把他请出去 什么 这可是陈家 百年名门谁不知道 陆总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敢得罪陈家 怕什么 他现在可是新贵 就是陈家也不发车 怕是不怕 但商人注重的是利益 为了个女人得罪陈家 显然不划算呀 原来还有这一对 这下有好戏看 这么优秀的情敌 你真的会放过他吗 不是他 他反而保护了我 你很不错 你也是 不过 你不怪我 并不能洗起我的嫌疑 真凶 主动站出来吧 不是我 来人 把江婉欣清理出去 陆总 真的不是我 是孤男哥 他看我不顺眼 你身上有哪一点值得他注意你啊 爸 你总算来了 他们都污蔑我 陆总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女儿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她向来不会说谎的 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 当然是你在说谎 陆总 顾兰哥的事 我也听说的 江副总 别再说了 让他说 我倒要听听 在他们口中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 陆总 顾兰哥为了达到目的 他不择手段 在公司里面 还勾扇大势的 还好大喜功啊 哦 然后呢 然后 他已经结婚了 还当中高于你 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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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他的丈夫 就是我 不可能 你不是说他嫁给了一个卖麻辣烫的吗 没错 我 我就是那个卖麻辣烫的 那个就是他婆婆 我没有撒谎 妈 今天公布你和兰哥的婚讯 我自然 要来给兰哥撑腰 文贤 你想害死我呀你 陆总 不好意思 是我没容清楚状况 你说的没错 我 当年我就是靠着卖麻辣烫 将北淮送出国留学的 陆总 你大胆就大量 放过我们妇女吧 你大胆就大量 放过我们妇女吧 陆总 你不是向来赏罚分明 江万新是江万新 你是你 谢谢路长 我一定把万新带回去好生教育 站住 江大山 是你亲兄弟吧 他指认你在陆氏集团 利用职务之便 贪污受贿 利益输送 本来陆总给你面子 准备私下处置 但你不是好歹 这是证据 来人 把江大和带走 各位 现在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妻子 顾南哥 谢谢 别来无恙 你怎么在这儿 你喜欢 陆北怀是吧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 要是我告诉你 我就是顾南哥的前任呢 那他眼光还真是不错 最后嫁给了陆北怀 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你不过是阴沟里的一只老鼠 和我做朋友 你也配了 别叫我姐姐 我没有你这种弟弟 别傻了 单靠你一个人是没有机会的 当初你妈就是给我爸下了药才有了你 你不会又想顾忌重施吧 我可不想我的孩子顶着一个私生子的名号 活在这个世界上 别忘了 陈家现在还没成为人呢 陈家那么多子嗣 你要是有了陆北怀这个助理 那下陈家不是分分重的事啊 那你这么帮我 说吧 你想要什么 不会是顾南哥的爱吧 我要陈家的股份 做梦 不是好歹 那就看陈家能不能成熟陆北怀的怒火吧 我们找到你妹妹的下落了 什么 也不知道啊 那个赔钱货和妈现在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 你妈要真的没了 她办的商业 咱们还能挣点钱 她可答应给咱养老的 哎呀别吵了 原来顾南哥嫁的人 是陆氏总裁 怪不得她有钱踢车 顾南哥还想瞒着我们 这个妮女 是怕咱们找她要钱吧 这次 把顾南哥那个死丫头和路董都得罪了 哎呀 还怕什么 她不会不认奶奶吧 我有奶奶医院的地址 走 去医院 走 去医院 我眼皮一直在跳 我想去医院看看奶奶 去医院 是 我不要去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 这位病人陆总特意吩咐过 不能动 笑话 这可是我妈 又不是你妈 我还不能接走了 稍等 我请示一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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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都给我住手 我们就是想给你奶奶换一个更好的环境吗 拿来 这家医院是全国前三的医院 病房是顶级特户病房 医生是享誉全球的医生 就你们 能找到更好的地方 姐 姐夫 我们接奶奶回去 是想回家自己照顾 你一个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人 什么时候学会照顾奶奶了 我就直说了吧 我们来就是找你要钱的 我就直说了吧 我们来就是找你要钱的 我凭什么给你钱啊 你丈夫是陆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们都知道了 你给你弟弟买几套房 再买辆车 再给他几千万 这是你这个做姐姐应该做的 他可不是我弟弟 他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姐姐 我 反正你不给钱 我们今天 就把你奶奶给带走 至于他以后 少是来是死是活 你们管不着 顾鹤元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先是逼我相亲失败 现在又来拿奶奶威胁我 这可是你亲妈 少废话 给钱 给钱 雷怀 让人把她弄走 可以 动手 哎 哎 哎 我们要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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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什么什么对我们啊 你心无恙了你这么多年 你干话就毁饭我们 妈 男哥 你等一下 男哥 你等一下 妈 你终于醒了 不然我都活不了了 妈你看 你靠近点 妈要好好看看你 你是个黑市场的畜生 等初怎么没把你人放开你淹死你 妈 妈 我一直都想来招呼你 可 顾男哥那个死丫头 一直拦着不让啊 刚才你也看到了 她还要赶快快走呢 妈 我早就醒了 我早就醒了 你们 所做的一切 我全都听见呢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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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过男哥的 那个死丫头被找回去 谁给我们养老 哎 没有 没捡到什么孩子 我们一共两个孩子 都是亲生的 啊 那我方便见一下李奶奶吗 不方便 她住院了 这样啊 嗯 小姐 要不咱们改天再来吧 嗯 这个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没有任何关于那个孩子的消息 请立即联系我 必有重险 南泽集团 陈家 你是陈家的人 你说的重险是多少 陈家的一个承诺或者是一千万现金 一千万 真的可以这么多啊 前提是我们得找到真正的陈家千金 如果找到呢 如果不是的话 我可以给二十万作为答谢 二十 快答应啊 不管怎样都给到钱 我带你们去找你们收到李月怀 拜拜 小姐这样的家庭能教育出神秘的好孩子来 恐怕您的妹妹 陈家的孩子 就算怎么样 也不能留在外面 这是我父母的心结 况且 我听说陆总的那个妻子 不过是小门小户出来的 不过是小门小户出来的 但她是不卑不亢的 可 别说了 是小姐 可能是我眼花了 刚才那辆车 好像是陆总和他夫人 你们不允许进去 竟然敢公然拒绝病人 医院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权利 我们院长说了 今后他们三个人 坚决不允许放进去 牧阳我们会被开除的 院长 去把他们院长请出来 要不就算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您自己进去问问吧 但是那二十万得先给我们 好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举办法 们也有许多 我把你发整好了 起床 累了吧 咱已经给你发好水了 快去泡泡 koy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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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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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回来了 大哥 你找到你的家人呢 就和顾家人不要太难忘了 奶奶 你这是什么话 这是男哥丫头吗 看着像 哇 这么多豪车 好像在电视里才能看到耶 我数一下 比那个街青的车都多 这么多随从啊 顾家丫头 你发达了是不是 你发达了 男哥 他是你男朋友 阿姨 这是我老公 哇 长得好近啊 我就说男哥有出息嘛 你老公是不是当大官了呀 谁骑的这么多车 当了多少知道吗 话别说这么难听 都是邻居 路还有这么宽 小蓝天 你握着耳朵 赶快把车都给我握开 大婶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一时着急 没有想到这种情况 招几个屁啊 赶快可能抬起啊 走 对待这种泼妇 又文艺人的手段 是不行的 走 快行 好 好 好 顾大花 你要真敢说我说你一句坏话 看我收拾你 看你啊 你谁呀敢对我妈动手 谁呀 妈是谁干的 我帮你动手 陆 陆总 陆总 什么陆总 这是陆氏集团的陆总和他的夫人啊 陆总 陆总你好 我是陆氏分公司的员工 我是陈志远啊 陈志远啊 男哥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妈不对 没事 相礼相亲的 走 咱们进屋去 陆总 你不听听说 陆总 陆总 是陆氏集团 八层吧 比村长的官都大 些 你们他们搞啥呀 我告诉你们 我可听说 这个陆氏集团 是城里的首富 和有钱人 那顾家可是真的烧高香了 10元 中国家的现场 台经最热台经新闻 11月20岁日星期五 最新新闻播报 陆氏总裁陆北怀 不日将高调迎娶 陈家千金 顾南哥小姐 顾南哥真是陈家的孩子 他是陈家的孩子又能怎么样 你忘了那个姓姜 那是什么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南哥 你是否愿意这位男子成为你的丈夫 与她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或任何其他理由 都爱她 照顾她 尊重她 接纳她 永远对她忠贞不渝 直至生命尽头 我愿意 陆北怀 你是否愿意这位女士成为你的妻子 与她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或任何其他理由 都爱她 照顾她 尊重她 接纳她 永远对她忠贞不渝 直至生命尽头 我愿意 你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女儿 交给这个男人吗 我愿意 我相信他们会 好好相爱 幸福一生 你们呢 是否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 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男哥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太美好了 我都要哭了 太般配了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生命尽头 谢谢大家